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叫顶天立地 这个头顶是顶天 我们的身体是立地 这叫随直线 这个身体是最健康的一种坐姿 就是你不是学打坐 是 平常你坐姿做成这个样子也是非常健康的 是 当然 这个你不要老是僵硬的 还是很柔软的 我现在是不是做的标准呢 标准 标准 倒有不进然 时间长了 长时间的打坐 有的人呢 他这个药是没办法吃的 他就是 弯了药他蛮舒服 直了药啊 他就没办法做了 做得很紧张 蛮痛苦的 背很痛 所以说背弯一点啊 他一定做还不是 就做得蛮长的 心很安定啊 如果做到这个功夫到了 我的身体的这个身体啊 自然而然把你的这个脊椎 把你拉直 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就是会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他自然把你拉直 你不是要故意的 你自己挺起来 和自己拉直的 但是呢 偶尔打打坐 不是长时间打坐的人 还是保持啊 这个标准的坐姿 那对身体是健康的 因为你坐了20分钟 30分钟啊 你还要弯腰駝背 你根本没有机会停止了啦 是 可是很多人啊 一想到就说呼吸打坐 马上就想到说要盘腿 是不是真的要盘腿呢 盘腿是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气啊 它的气啊 就是盘起来以后两只脚 这个气是对流的 哦 自己对流 这个血液没有对流 但是气是对流的 痛气的 所以这个对身体是健康的 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 就是我不讲 这个气是除血的 而不是放气的 不是把气排掉 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它很可能就是脚上排出去 脚尖排出去气 那如果盘腿做了 它的气不是排出去 没有排出去 可是好多人说哎呦 我没有办法 我怎么就是不能盘的那么好 散盘可不可以 如意做可不可以 是啊 最好是那个双盘 是 那个双盘是效果最好的 如果要不然的话就是单盘了 否则的话呢 两个手两个脚交叉地做也可以 或者是你一直叫伸直 一直叫盘左也可以的 那这个目的是在调你的心 是在健康你的身体 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这个腿筋啊已经硬了 这个忍带啊已经没有弹性了 你一定要叫他把他的双盘盘腿 他会断掉啊 是 那还有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啊 盘腿做下来也很困难 不过现在上班族很多 那他们有人说 其实这样子端端正正的做着 就是这样子体验一下呼吸上班累了啊 放松一下体验 也很好 师傅您觉得呢 很好 那么这个呢 一种是静坐法 一种是休息法 如果休息呢 就是靠起来 这样子 休息 充分地休息 把身体放到 无重量状态 这个重量放到哪里 那重量全部在椅子上呢 嗯 身体上没有负担 那这个是呢 充分地休息了 这不是打坐 这是坐的休息 嗯 如果是静坐呢 打坐呢 是 还是要把姿势作证 哦 姿势作证呢 嗯 这个 就是进入啊 嗯 我们叫做打坐 打坐打坐 背定要两个腿子捆起来 哦 坐正也可以 一坐在椅子上 也可以的 最好不是这样的椅子 应该是硬的椅子 哦 沙发不好 硬凳子比较好 嗯 没有像这样子的沙发 硬的凳子 那有人说 你在这样子打坐 或者是体验呼吸的时候 最好你应该想像 你自己像一片白云一样 也就是说 好像 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空啊 嗯 想像一像是一片白云 呃 在空中 你也没有重量 是 这也可以 但是时间不会太久 是 这个 你想像想像啊 你头脑里有扎年出现 哦 只是 如果 就变成白云一样 这个 很 很轻松的就是坐在那地方 这也不是修行的 哦 修行一定是 呃 有心 在体验 体验做身体 体验做心 这样子的 呃 就是心有事情做 心 是在 在工作的状态 呃 不是在 休息状态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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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修 如果你是在休息状态 那又变 又变 可能变成一个 我们叫做无忌 也就是变成空白 是 如果说是你想像是一片白云 如果是真正的想像一片白云 也不错 是 也不错 如果你想像一片白云 到最后 你头脑里是空空的 呃 这个不是在用功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一世 那么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呼吸 享受呼吸 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感谢观看